台積電不只是在全球半導體業有重要的地位 它在台灣也發揮母機帶小機 尤其是帶動供應鏈的作用 所以你看 當台積電確定要在高雄設廠之後 現在你看到的是 台灣另外一家Namefresh的大廠群聯 它也要到高雄去設研發中心 那你看到美商英特格加碼高雄140億 現在最新的是 連德商台灣默克也宣布說 要加碼投資高雄 所以偉航 高雄接下去 在半導體產業裡面會扮演什麼重要的角色 今天默克他是在下午 這個喜來登開記者會來講這個投資的案 那來的是電子事業體的執行董事 所以原則上來講 目前放在高雄的 就是他們長期的投資桌上 可能會推到十年左右 那這個長期的投資是針對台積電 它要做什麼呢 半導體的各類的材料 那它原來就在台灣有投資 是在高雄的陸科 它直接把那個塞浦斯買下來 那買下來之後 它也有在投資其他的整個技術研發的 持續都有在做 也不是天外飛來一筆 但是台積電來 高雄顯然推得非常重要一筆 大家都開始陸陸續續來 那接下來就是 當然我們要思考 高雄能夠塞得下 同時塞得下這麼多的投資案嗎 它的水電供應 勞動力供應能不能符合 但至少在招商成果上來看 高雄的確在成績上來之後 的確是飛速的推進 但重點是 默克他來台灣 因為默克一致都是擅長所謂的材料科技 他如果來台灣把研發基地 把生產基地都放在台灣 這樣一定可以強化現有台灣在這個 高零技產業特別是材料供應上面的優勢 台灣已經是領先了 如果在高雄的話 就是讓高雄有更多的這個 所謂競爭的資本持續來擴張我們現有的優勢 但默克這家公司非常有趣 默克現在說 他要把他的半導體研發的重心放在高雄 可是你知道嗎 默克這家公司成立了300多年 他是從天使藥局1668年的時候成立到現在 從藥局跨到製藥 跨到液晶顯示器的材料 到現在跨到半導體材料 所以韋航 這一家從藥局起家的企業 怎麼搖身一變就變成科技公司 聽說他有四大秘訣 講到這種大企業 全世界知名台灣人知道 默克應該都是因為接觸藥品 會知道默克就是在藥品上面非常的強 但他實際上從製藥的技術已經跨越到 幾乎所有材料的科技 他都已經涉足了 真的是從內子公到外太空 全部都有默克的材料的產品 好 那他這樣充分介入之後 他又會因應時代 比如說來高雄介入強化 這個所謂半導體的材料 也就是說他又都能夠緊追時代的需求 所以原則上來講 大家一定想問說 那他是靠什麼呢 靠集資嗎 資本市場集資嗎 實際上到1995年才真正上市 在1995年之前他的股票 就是母公司的股票 100%是由默克的家族來控制的 他們家族到現在有157個成員 那他們家族到現在所控制的 默克集團的股份仍然有七成 他在資本市場流通的大概只有三成左右 那這個家族呢 他雖然幾乎原來是百分之百 現在百分之七十 還是大權在握的狀態 可是他們對於培養下一代 其實是有特別的方法的 像是他們要求15歲 15歲可能就國中剛畢業那種年紀 大家才剛要學習 某些專業知識的時候 他就要求小朋友要看得懂 那個快递學上的損益表 就要開始去學習 接觸一些培養一些素感 15歲要學會計表 就是要學會計上你要去建立一個素感 看得懂損益表的話 其實老實說我們台灣的大學生意很多 修完會計還是看不太懂 就是要培養素感是非常難的 他也會讓他在母公司實習 但是呢實習之後就把他踢出去 你要重新回來默克集團任職 你得先在別人家的產業裡面 自己想辦法拼到經理 那可能都是15 20年之後了 等你拼到經理之後呢 我回你回來默克 我也不會讓你再低階 你一回來我就必須你進入戰鬥狀態 直接把你放到高層來運用 但是默克也非常尊重專業的經理人 他原則上 總是會裡面切割成兩塊 結果這是157個人選12個 來擔任這個 就是像元老院的內部議政大政 默克元老院 對 那這12個再選5個出來 那選5個出來之後呢 再跟4個外部的董事 一起去組成現在默克集團的 核心的9個董事席位 那這世襲呢 基本上都是專業經理人 那那實際的經理階層呢 基本上也都是專業經理人 所以整個默克家族控制的是 核心意念的部分 什麼時候該捨 什麼時候該晉級 這個是由董事會負責 那具體的那些僑那些事情 那個就是由外部的專業經理人 所以默克家族當然了 他們有一些這一個 包括經營模式的一些特點 比如說傳賢不傳子 引進外部人才 還有講求誠信 還有執行團隊 與董事會的家族成員 對公司負債負無限清償責任 這個已經接近是我們在課本上 才會學到的觀念 可是這些老派的家族 還是去接受這個無限清償 如果他負責公司破產 個人也會隨之破產 好 那他有所謂的家 負無限清償責任 這個在台灣也很多公司做不到 對 可是就是老派 老派歐洲貴族才會去玩的那個 我們只會在公司法的課本上面 學到的東西 好 那他有所謂的家族憲法 就去維繫他家族的基本精神 包括就是投資潛力產業 什麼時候該捨 什麼時候該搶進 像是半導體 他都決定大逆搶進 某些東西 他甚至可以撐60年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易經技術 他說12世紀初就發明出來了 可是他們撐到1960年 才終於知道可以用在哪邊 就是開始去製造計算機的螢幕 他為了這個產業 可以做到這麼長線 所以代表他們真的非常能夠冷 但是要喊停的時候 他們覺得要倒的時候 他們也是可以一欄的把他整個喊停 他很厲害 他連藕類面板的材料 默克也有做 對 原則上來說 他是只要是涉及材料領域的東西 默克都有插一腳 只是他能不能做起來 但如果他做不起來 他會火速的斷掉 就把它賣出去 所以也不是說所有材料 都在他目前的掃射範圍裡面 他目前的掃射範圍裡面 是他覺得有投資價值的 有能夠繼續賺錢的 當然更重要一點是 他其實你可以看到這裡面有一個體系 就是互相監督的體系 專業經理人可以盯董 有權力去盯董事會的家族成員 家族成員也會去監督專業經理人 所以他是一個持續互動的體系 我必須要強調 這個企業他能夠進行這麼久 當然不代表只有他這一套是能夠成功 但他們能夠經歷過那麼多大事件 成功地撐下來 顯然代表他們的家族文化 有學到一些能夠協助他們追求卓越的形式 幾整年前 Jos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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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é